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实际做做看 运用广播程式所执行的效果 好首先 在我们每次开启Squatch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次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积木自行大小变大一点 你可以按住shift的键盘上面的shift键 然后把滑鼠移到地球上面点一下 你会看到有一个设定自行大小的选项 我们把它选下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调依自己的喜好来调整一下自行大小 让它积木的自行大小变大一点 等一下我们再选择跟新增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首先 我们等一下希望花妈从这边移到这边 所以我们先把花妈移到其实点的位置 好 当绿色其实被点一下的时候 花妈的其实点在这里 好当绿色其实被点一下的时候 花妈从其实点开始移动 移动到哪里呢 好我们直接 把花妈拉到适当的位置 好放开之后 我们就知道它的位置在这里 我们希望它用滑行的方式过来 所以呢 我们希望它在一秒的时间滑行到这里 好我们来绳次执行一下看看 好没有错 接下来我希望花妈说说话 好我们选择一个外观的说 好花妈说 好花妈说 你们你们可以去玩球咯 你们可以去玩球咯 好我们再执行一次看看 好移动说话两秒 接下来这两只小狗并没有去玩球 原因是因为花妈它并没有发出广播讯息 所以呢 当然这两只小狗没有接受到广播讯息 当然不会去执行动作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在花妈的程式上面 增加一个 发出广播的一个程式 好我们可以选择新讯息 新讯息名称 可以给我们自己来取 那我取它叫做去玩球 好 这个时候花妈发出一个广播讯息 叫做去玩球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小白狗 好小白狗的位置 我们把它定位一下 当绿色起始被点一下的时候 它的起始位置在这里 好我们也将小蓝狗 小蓝狗的起始位置也给它新增一下 好小蓝狗的位置在这里 球的位置我们也给它新增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有看到说 花妈它发出广播去玩球 那如果我们只在小白狗的身上 来我们来看一下小白狗 小白狗目前是在这边 如果我们在小白狗的身上 给它一个程式叫做 当我小白狗接收到去玩球这个广播讯号的时候 我要去做什么动作呢 去玩球 所以呢 我就可以在这边设一个程式叫做 当我接收到去玩球的广播讯号 接下来做什么事呢 好我希望小白狗从起始点 开始移动到这边 玩到球 好 所以呢 当我接收到去玩球这个广播讯号之后 做什么事呢 好我希望它一秒内滑行到这个新的位置 来我们来试看看 来我们来程式全部重新执行一次看看 还想哦 花妈走过来 你们可以去玩球发出广播讯号 哎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只有小白狗过去玩球 那小懒狗为什么没有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小懒狗的程式 哦 原来是小懒狗 它身上并没有设置 接收广播讯号的程式 所以小懒狗就不会去执行这个动作 所以 这个就是广播讯号的一个运用